- 下午四點鐘 歡迎收看谷海大贏家 我是范依華 今天加權解釋的部分 開地震盪期拉走高 那麼在尾盤的時候 又再度的小拉了一波 在今天整個期貨市場 最後面收在了9249點 上漲了64點 今天在早盤 一度還在這平盤上下來震盪 震盪震盪 突然間就急拉了 到底有沒有一些跡象 早就已經顯示 我們趕快要請到 是居然頭顧的資深 正確雙分析師蘇維媛 維媛你好 一華有安 大家有安 維媛今天如果那個上漲 急拉那一波抓到的話 哇那不得了了對不對 但是在這之前 我們到底怎麼知道 他會往上拉 對 我跟大家講一下 像剛一華講到 今天這一波 我怎麼賺到 有開心 就很開心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今天 在討論這個急拉之前 其實今天的盤 我正常講 還蠻賊的 這叫什麼 右空盤 右空盤 就把你騙進去 好像不會漲 好像不會漲 對對對 因為大家就會想說 昨天的一個行情 也沒有多強 美股是不是跌 你想一下 昨天的美股狀況也不太好 對不對 也跌了快100點 今天早盤 你看日本韓國 不好啊 那你會不會想空 會 對不對 這個今天就是 今天就是 為老師要教大家這件事情 右空盤 你要避開 像我常常跟大家講 你只要刪掉不要的 你就會贏了 真的喔 你只要刪掉不要的 你就會贏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盤面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請順利師看一下 電視的一個畫面 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1月13號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早盤都是在震盪整理 最低在哪裡 9159 然後急拉 對不對 高點來到了9275 高低點差了116點 早盤是一個右空急拉 這邊震盪震盪好像都不會動啊 看起來好像有點要破底 來我們這邊請攝影師把它拉近一下 你看這個好像要破底對不對 殺下去你看最低殺到了9151 這樣也跌了230點 大家覺得好像要破底了 可是你看後面慢慢的震盪 我們請慢慢往上帶 一直急拉 好強喔 9275 對拉到了9275後面就開始震盪整理 要稍微壓回來一點點 好我們來到全畫面 謝謝你看喔 後面稍微震盪壓回來一點點 投票那沒關係啦 我跟你講 投票這一段才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投票今天的航行 第一段你拿到 你拿到 你拿到 你又登那個東西 講一句台語 你登到了 就是你的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其實今天的航行 你可以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當然做都是最棒 第二個 你不要做空總可以吧 真的你不會去賠到 我一直跟大家講這個觀念 你要避開 避開那個風險 掌握這個利潤 你兩個把它合在一起 你就贏了 所以跟大家講 今天行情如何掌握 其實透過我們工具畫面 其實是蠻清楚 你就知道為什麼 我們會這樣子跟大家講 怎麼樣透過工具畫面 來跟大家講 那開始講之前 我先給大家看一張資料 為什麼 因為其實每天都會給我們客戶 這個重要的一個資訊 來我們請攝影師來到手板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昨天給我們客戶的重要資料 民國104年1月12號 這個是昨天對不對 星期一 好我們請往下帶 我黃色這個字啊 投票裡面內容很多 那我就因為節目時間關係 沒有辦法一個字一個字念 那我念給大家聽 這個黃色的地方 明天的操作策略 就是今天嘛 1月13號禮拜二 如果是開高要注意是否出現了 買進的訊號 有的話請你依照訊號來操作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都跟大家交得非常清楚 來 是不是有出現 買進的訊號 好投票 今天的keyword 今天的重點字 你只要看他說這個訊號 第一個你當然要做多 第二個你可不可以不要放空 可以啊 你問老師真的呢 對不對 這樣做好啊 所以我跟大家講 來我們請攝影師回到電視的一個畫面 我們看一下 其實透過今天工具的畫面 你才知道說這個行情你要怎麼做一個掌握的一個動作 其實如何去避開這個右空盤 第一個買進訊號 你知道說我要買 然後來我們請攝影師稍微往下帶 這個分析儀第一檔已經翻多了 在吉拉之前投票這個很重要 分析儀在第一檔已經翻多 而且指數漲了沒還沒 所以這個地方你看說這邊是紅的呢 那你就知道說當然我不要隨便去空嘛 投票對不對 有助力嗎 有嘛 所以我跟大家講其實今天的一個行情 你只要掌握我們工具的訊號 其實我們工具的訊號其實就很簡單 說真的你只要看 真的我們節目你看一次你就知道啊 其實很簡單 我們跟大家講 您一聽 你就知道 問老師真的呢 其實期貨行情就這樣子 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複雜 好不好 來我們請攝影師回到手板 好 我們要掌握是一個關鍵的獲利點 那關鍵的獲利點有什麼呢 來 當我們看到這個紅色向上的箭頭 就是請你做多的一個訊號 好今天最重要的訊號當然就是他 他是最佳男主角 對不對 不是主角 最佳 最佳男主角 我跟大家講你看喔 偷工具畫面 例如說今天偏多 可是澡盤請問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對不對 可是當行情發動的那個瞬間 你只要進去 就夠了 來我們請攝影師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喔 今天的一個行情 找盤震盪整理 都不太會動 可是呢 來到這個地方 好我們請攝影師把他拉近一下 出現了一個買進的訊號在哪裡 9204附近 往上出現什麼 擠拉 對拉到這個地方 再出現了一個高檔跨離 927你看中間的價差 67點左右 你看喔 67點 起碼也有60幾點的一個空間 好 你看喔 這個地方出現馬上需要一路的往上做一個 急拉的一個動作 好我們再往下帶一下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你要如何避開 右空的一個風險 這個地方 對不對 第一檔分析已經翻多 這個地方 第一檔 遊覽轉紅 指數長了沒 還沒有 那我跟大家講 你看喔 我們工具畫面 你只要幾個東西 你把它學回去 你把它帶回去 真的很簡單 你不要想太多 真的 你運用工具來做就對了 來 我們再回到手板 謝謝 所以你看喔 運用工具畫面 多方就是紅色的彩帶 這個就很清楚 很簡單 空方就是 藍色的彩帶 這樣就知道對不對 油藍轉紅 油藍轉紅 那就是翻多 那你投資朋友 你看 紅色彩帶 你這個地方你看到 你當然就想說 這個好像不會跌喔 當然可以空嗎 當然不能空 所以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跟大家講 你只要把那個不要的拿掉就好 對不對 今天行情你做多 你不做也沒有關係 你不會賠 你做多探集 你要不要做空 不要 對不對 今天行情這樣就很清楚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 來 請攝影師回到電視的畫面 你看喔 真的很簡單 對不對 這個地方出現 低檔的分析翻多 買進訊號出現 往上擠啦 來到了高檔 這個地方 九二七一 這邊就已經六十幾點 後面行情說真的 不是那麼重要 你不要把 早上最重要的這一段 套殺最重要的這一段 你把它掌握下去就對了 所以你看 什麼地方要出場 我們工具的訊號 也會很清楚的跟大家做交代 來我們再回到手板 這個訊號代表什麼 藍色的三角形代表什麼 高檔乖離輕力 多方減碼的訊號 對 今天指數吉拉 如何掌握行情的 發動的那個買點 這個很重要 你要知道說 什麼地方 行情它要開始出現什麼 噴出的一個狀況 你把它掌握下去 你就會知道 非常的一個清楚 所以我們再看的時候 當掌上去的過程當中 我們剛剛那個訊號 藍色三角形很清楚 那個地方 你可以調節 來我們再請攝影師回到電視畫面 就像這邊對不對 紅色箭頭出現 影片都操作 沒有問題嘛 網上吉拉 來到高檔乖離 這邊你再做一個調節動作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給大家 大家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來我們回到手板 謝謝 時間不會重來 行情 您要把握 時間不會重來 行情 你要把握 所以我們一再跟大家強調 我們的特色在哪裡 第一個 我們會教你啊 我們有教學 你不用擔心 盤中我們都會教你 第二個 我們會有加碼的訊號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 你不要想太多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來我們回到手板 好這個是給我們客戶的一個 這個教學的部分 你看喔 今天的一個行情 找盤 真的 請你 不要偏空啊 真的你今天不做 或是做多都很OK 做多當然是最棒的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今天早上9點56分 我們跟大家說 出現買進去 大幅多多 行情偏多機率是很高的齁 從9210一路的大漲到9275 上漲多少點 65點 那既然如此 當然跟我們客戶的教學 要做什麼 那就偏多嘛 那就很清楚了 就請你偏多思考 好那往上衝收呢 這邊 9262 市價先出場 對不對 50點你看 多久 6分鐘 什麼時候來 我們再看一下 10點 10點鐘 這個是什麼時候 10點06分 50乘以200是多少 幾班 一口 那你再看齁 往上攻擊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講 10點06分 工具的教學 指數如我們預期一樣 出現了拉抬 那有操作多單的頭朋友 這個地方 先做部分調節齁 我已經祝大家操作順利嘛 拉了多少點 60點 頭朋友 你又說 問老師真的咧 所以你今天要做什麼動作 第一個 可以偏多 第二個 不要空 你看齁 三個你選兩個 你覺得命中率高不高 其實還不錯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如果你有工具畫面 你今天行情 真的你可以做個掌握動作 來我們再回到怎麼辦 好謝謝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如果你有工具畫 您會做錯嗎 對不對 如果你有工具畫 您會做錯嗎 我相信 是不會的 我相信是不會的 真的可以去協助大家 所以我們給大家來看一下 您來比較一下齁 其實我們直接開工具畫面 給大家看 您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來我們再請攝影師回到電視的一個畫面 來謝謝 所以你看齁 今天的一個行情 這個是昨天的 這個是昨天 來我們請這邊 右下角稍微帶一下 這個地方請拉近一下 這邊有寫一個 五分鐘的一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五分鐘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 全畫面的一個部分 來你看齁 這個昨天的行情 昨天收盤前在這裡 1月12號1點40分 好我們再請拉近一點 1月12號1點40分 好我們再回到全畫面 所以你看齁 今天的開盤在哪裡齁 你看一下 今天行情的開盤對不對 開盤震盪整理 這個地方真的是開盤嗎 來我們再請攝影師拉近一點 這個地方 早上的 今天的8點45分 13號 來我們看下面比較快 謝謝 這個地方 1月13號的 8點45分 好這邊我們請一華幫我們確認一下 這個地方 8點45分 謝謝 好就今天開盤在這個地方 好我們再往上帶一下 投票對不對 很清楚 今天開盤在這裡 沒有訊號 投票那沒有訊號先不用動 來我們繼續看喔 後面的行情 慢慢的震盪整理對不對 投票今天最多的投票會在哪裡空 這裡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行情往下破底嗎 對不對 可是沒有訊號請你空啊 那當然你可以觀光一下 所以你繼續看喔 後面的行情怎麼做 關鍵在這裡 你看後面是不是稍微勾上來 分析在哪裡 第一檔是不是 由藍色的翻成 紅色的投票 來我再教大家一次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複雜 你只要把工具 我們教大家的事情 真的你就 其實 訣竅就是那些 可是你把它學回去之後呢 對你的幫助真的非常非常的一個大 所以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你看喔 來我們再回到手板 你看 第一檔 由藍色的翻成紅色的 那代表什麼 行情短線上面 它已經翻多了 對 你說溫老師真的 對 那我說這邊原來不可以 什麼 你就趕快去放空 不對 那我一樣會跟大家講 我們不會在今天跟你說 你這樣放空不對 我們希望是什麼 透過正確的方法 我們希望教你 如果你真的操作 欸真的好難做 威老師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理念 真的歡迎大家一起來 好不好 來我們再回到電視的畫面 你看喔 來到這個地方你看 藍色的翻成紅色的 欸這樣有清楚嗎 很清楚喔 來你再看後面的行情 震盪繼續給它震盪整理 沒有關係 你看喔 震到什麼地方 行情開始出現 翻多的一個訊號 這邊出現什麼 紅色向上的箭頭 來我們這邊再請 這邊是往下 稍微這邊把它拉近一點 時間這個地方 好謝謝你看喔 今天的九點五十分 九點五十分 來我們再慢慢往上帶一下 謝謝 這邊出現一個什麼訊號 這個地方 出現什麼 紅色向上的箭頭 投票沒有 這個訊號來換我考考大家 每次都大家問我 來換我考大家 請問你要做什麼動作 很多 儀華很聰明嘛對不對 這樣有簡單嗎 有啦 對很簡單對不對 你就知道啊 分析D檔早就翻多 紅色箭頭出來 那當然做多的勝算 比較大嘛 你想一下 做多的勝算 假設有八成 那做空的勝算只有兩成 請問你要選哪一邊 答案就是 不是就很清楚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繼續看喔 後面行情 我們怎麼跟大家講 來 所以我們跟大家來聊一下 你看喔 我們這個教學 還是給大家再看一次 為什麼 因為 每當行情有變化的時候 我們會趕快跟大家講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來我們再回到手板 謝謝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個行情 早上的九點五十六分 我們跟大家說 出現買進訊號 大戶做多 所以行情偏多機會比較高嘛 大漲六十五點 所以 什麼什麼動作 當然是什麼 偏多操作嘛 偏多操作齁 出現買進訊號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喔 後面的行情它怎麼走呢 來 我們再請身體師回到電視的畫面 好 你投資朋友再看一下齁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會說 啊問老師這邊買 會不會買高了一點點 欸 好像有一點點耶 可是你看喔 當行情的變化 投資朋友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要賺錢啊 對投資朋友 繼續的什麼 往上做個急拉動作 漲到哪裡 漲到這個地方 對 來我們先對一下好 來我們請身體師這邊拉近一下 這一根K棒的開盤在9204 收盤在9213 好你看來到這邊已經到多少了 這個點位在哪裡呢 開盤在9271 收盤在9264 投資朋友 你去減一下 這樣子已經漲了將近60點了 60點也不錯耶 依華很棒耶 對啊60點 投資朋友你算一下 60乘以200 一萬二咧 我們只算一口喔 一萬二 也不錯耶 所以那你就看你自己操作的 部位而定嘛 所以我們還 我們就會跟大家講 您有工具的話 其實您是不會做錯 而且你看喔 漲上去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提醒大家嘛 來 我們再回到這個手板 你看 投資朋友你看喔 出現這個訊號叫做什麼 高檔乖離的訊號 請你多方減碼 好那很簡單 如果你有做多的 你看就是 衝上去囉 來我們再看一次喔 來請身體師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喔 是不是像這邊 9204 欸你看到我偏多操作 進場之後往上漲 來到這個地方 欸當然我可以先做一個 調節動作 已經漲了五六十點 投資朋友 對不對 我有跟大家講 每一天的航行 最重要的 最重要 每天最重要 你要做當初 最重要就是 逃殺的第一時間 真的喔 那個第一個小時最重要 後面的航行 那四個小時 你要看到最後嗎 其實不一定嘛 好累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昨天才跟大家講 你如果第一個小時 可以收工了 你就可以 你甚至可以回去睡 睡回龍覺 對啊都不錯 你看操作要輕鬆 你從頭盯到尾 你又不是在代操 對不對 所以真的不用那麼累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你運用工具的畫面 為什麼我們跟大家說 其實 整個行情看 今天行情 這樣子來做操作 就沒有你想像中的 那麼樣的一個複雜 所以我們給大家一個觀念 來我們回到手板 謝謝 投資要建好就收 對 投資請你建好就收 欸這樣就好 今天往上 擠拉的一個動作 掌完之後 你把它你的多單 欸出掉 這樣就好啊 所以就不用想太多 所以我們再繼續看 我們跟大家講 你來比較一下 運用我們工具的畫面 跟一般的K線 真的差在 因為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你要有工具 你要有方法 我們的操作跟方法跟工具 都是有邏輯的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來 再請隨便師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喔 左邊是我們工具畫面 右邊是一般的K線 今天最重要 你只要把這一段 掌握住這樣就好 剩下的都不是很重要 這一段你把它掌握住 中間大約67點的一個空間 對不對 好我們再往右邊帶一下 這個地方就是 你今天最容易做錯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是 右空盤 這邊右空 你看招盤 這個叫什麼 震盪洗手 你好想可能趕快空一下 拉上去 我再空一下 拉下去 對不對 你想一下喔 今天你第一開始如果放空 想說有賺錢 不錯耶 趕快補 可能賺10點 趕快補齁 拉上去 我再空一下對不對 再抵下去 又賺10點 好開心喔 那再拉上去 你再空一次對不對 那你看後面 來我慢慢往上帶 有沒有 你之前賺的齁 你今天賺的齁 全部還他你還倒賠 對不對 我老師真的耶 講的有道理耶 對不對 你就想說 我今天空一下 賺一點點 我賺錢了 5點10點 再空一下再賺一點點 你第三次會不會做 一定會啊 你不要騙我 一定會做 那大戶 超盤手等是什麼 就是等你做這個動作 第三次的時候 他就把你嘎上去 哇 你一口氣就賠了60點以上 60點以上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你偷工具畫面 就沒有你想像中那麼複雜 來我們再回到手板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這麼簡單的東西 您為什麼不用呢 這麼簡單的東西 您為什麼不用呢 你偷工具畫面 其實操作上面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 那麼樣的一個複雜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 那麼樣的一個複雜 所以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今天的一個 行情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希望讓大家 您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 因為我真的希望 您看清楚了 歡迎大家一起來 做一個操作 所以我們跟大家來講一下 其實你看一下 其實偷間工具的一個 畫面的一個部分 來我給大家來看一下 我稍微把它 畫面把它弄得清楚一點 讓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所以你看喔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跟大家講 今天的一個行情 最重要的是哪一段呢 好來我們請 甚至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喔 早盤開盤的時候 震盪整理對不對 你看一般的K線 真的看不出來 那你再繼續看 對不對 哇往下擊殺 這邊你一定很想空啊 真的喔 這個是人之常行 這不是您的錯 可是你看後面的行情 你看喔 對 後面你繼續看喔 工具的訊號 它會把方向告訴你 請你偏多思考了 請你偏多思考 那你再繼續看 真的耶 最重要這一段 您把它掌握下來就可以 來這邊出現一個 高檔 高檔的訊號 你再調節就好啦 第一個你這邊不會 欸做錯 第二個你掌握這一段的利潤 後面的其實已經沒關係了 所以你偷偷偷偷看 欸 我老師說得有多力耶 所以我們才跟大家講 你運用工具的畫面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複雜 那其實這幾天的行情 你看喔 不管說是今天還是昨天的行情 其實都一樣 昨天的行情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們再請實驗師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喔 這昨天的行情 開低 走高 我怎麼想得到 對不對 每天的行情好難做 可是我跟大家講 越是難做 我們就要用具 越簡單的方法跟大家講 往下殺 出現了這個低檔過來的訊號 我們再稍微往下帶一下下 出現什麼 大戶能量偏多 對不對 前一天都在放空而已 為什麼昨天開盤會偏多 代表什麼 後面行情會往上拉 我們再稍微往上帶一下 對不對 往上拉多少 五十到六十點 所以你看喔 那大家可能會擔心說 啊我如果拔中 我怎麼看不見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們蠻多的客戶就是長輩 我說我看不見 我們要辦 我們會教大家 這個很重要 來我們再回到手辦 所以我們這個是昨天 給大家的這個 教學內容 所以你看 九點零三分 請你什麼 偏多思考嘛 那工具的教學一樣啊 出現低檔過來 大戶座座會開低走高 對 那就往上級 先三十五點先落袋 那一樣啊 往上級拉了 六十點之後 如果我們預期出現拉抬 反彈到多紅線 一樣 哪裡要出場 我們都會教大家 所以錢 可以生錢 讓您的財富 流動起來 對不對 因為真的行情其實 很多天 那我們就有多少時間 盡量跟大家講 你在看我們 進廣告之前喔 再給大家講一天的行情 看真的很清楚 你看喔 上個禮拜五 來我們再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 這個上個禮拜五 開高走低的投票 啊我怎麼知道 可是你看工具畫面 出現 高檔跨離 出現大戶偏空 開這麼高 那答案就很清楚喔 可以追嗎 當然不行 伊華很清楚 很簡單 對不對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我們會教大家齁 來我們再回到手板 謝謝 所以你看這個禮拜五的行情 我們跟大家說什麼 出現高檔跨離 對 你要留意會開高走低 殺下來跌了八十點 也跟大家講 你可以回補 所以低買高賣 就是贏家 所以總歸還是一句話 如果你最近 真的覺得很難操作 沒有關係 我們跟大家聊 合作才能夠創造雙贏 歡迎大家 您來做一個洽詢喔 好我們稍後還有更多這個 期貨當中的技巧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時間不重來行情要把握 趨勢精英決策系統 掌握關鍵獲利點 簡單明確好上手 02-2506-6808 02-2506-6808 延環衰老要趁早 極品綠寶造金王 多重資產No.1 每月只要三千元 全球收益All in One 立即申購摩根多重收益基金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因享樂 投資人須知 延環衰老要趁早 極品綠寶造金王 全金屬一體成型 品味絕對Samsung Galaxy A 搭配台灣大哥大4G Samsung Galaxy A 臨遠起再送耳機 時間不重來行情要把握 趨勢精英決策系統 掌握關鍵獲利點 簡單明確好上手 02-2506-6808 02-2506-6808 A6 S-Line 藥鏡板 極速升級 計畫科技定義未來 時間不重來行情要把握 趨勢精英決策系統 掌握關鍵獲利點 簡單明確好上手 02-2506-6808 02-2506-6808 歡迎回到谷海大人家 在今天來說的話 外資好像越來越樂觀了 在期貨的部分 多彈又增加了 好跟大家來聊一下 其實我這幾天跟大家聊 美股跟台時期已經脫鉤了 我昨天才跟大家講 你看昨天美股跌下來 今天震盪 應該會跌 結果沒有開低 也不算開低 就震盪震盪然後急拉 對不對 所以他是脫鉤的 所以外資的部位 我還是這樣 這樣子跟大家講 他做的是一個長方向的規劃 你不要看說外資買 你明天趕快買 不對喔 我跟大家講 來我們回到手板 所以你要做的是什麼 看我們工具的訊號來做 才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外資今天做多對 3891口 進多單 13879口 13000還是蠻多的 那自營商留下空單 20083 好我們再對照一下現貨部分 你看喔 今天現貨部分 三大法合計是買超了27億 外資買了25億 好那你就會發現一個狀況 外資期貨現貨 都做多 對一華講的沒有錯 都做多 那請問明天你一定要做多嗎 你想一下喔 想一下喔 不一定喔 真的咧 不一定喔 所以你看今天的行行 是不是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因為真的蠻重要 我們再給大家來看一次 來我們請攝影師 再回到電視的一個畫面 謝謝你看喔 這個是我們工具的畫面 非常清楚 好我們這邊再請攝影師 拉近一點 右下角這一塊 這個是給大家 你來做一個參考 好 來我們再回到全畫面 謝謝你看喔 來到這個地方 你看今天的一個行情 今天的行情 開盤震盪之後 工具的訊號出現之後 你看非常的清楚 這邊分析低檔經翻多了喔 代表什麼 短線有轉牆的契機 你在看喔 出現了一個 買進訊號之後 對這邊出現 很清楚對不對 後面行情 開始出現一個 急拉的一個動作 那來到這邊 出現高檔瓜裡 你在調節就好了 這樣子 五六十點 就OK了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我們都會教大家 來我們再回到手板 謝謝你看喔 今天的行情 我們就這樣子跟大家講 找盤出現什麼 買進訊號那就偏多 偏多當然就做多 那衝上去五十點 對不對 先做獲利了解動作 六分鐘的時間而已 那漲上去呢 指數如我們預期一樣 出現了拉抬 有操作偏多的投資朋友 這邊先做調節嘛對不對 所以進跟出之間 我們都會很詳細的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我們都非常認真的 幫大家頂盤啦 真的 我們希望能夠幫助你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來回到手板謝謝 您可以期待時光倒流 可是不會再倒流了 您也可以不用再苦苦等待喔 歡迎大家 來做個下訓 好今天過來大家 感謝你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了 拜拜